大家好 有段时间没更新了 前几天生病了 然后一生病就是大概几周 没更新过了 所以这一期就开个新坑吧 讲一讲747本场 也算是一个系列 上一次是747-4001R的介绍 基本上都是一个静态介绍 没什么动的 这一系列视频就介绍个能动的747吧 还是一样 做一个系列 然后我会把它放到播放列表里面 在讲本场之前先声明一下 本演示不得作为真实飞行参考依据 我虽然是一个飞行员 但是我并没有747的行列等级 我也没有747的经历 所以所有信息仅供模拟飞行交流 本视频也不得作为专专业指导依据 仅供模拟飞行技术交流 就是在模拟机或者飞行训练器 或者是这个电脑上玩玩就好 那么如果您是真实世界的民航飞行员 感谢您能进入我的频道 然后感谢您的观看 其次请依据您本公司的官方手册 直飞真实世界的747运行 那么本场的话呢 稍微提一下吧 拿真机做本场呢 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熟练飞机的着陆性能 起飞和着陆的这个操纵 因为航空里面开飞机最危险的两个阶段 一个是起飞一个是降落 起飞想中断降落想复飞 这都是老生常谈了 那么本场呢就是把起落这一个来回 把它做到最极致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多的起落 来最快的上手机型 那么这就是本场训练 本场训练在通航出教中教机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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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的 因为通航的小飞机呢 基本上没有像D类D级模拟机 就称D模吧 没有D模这样子的资质 没有权动的这样一个资质 所以呢在模拟机上面是没法记录着陆次数的 所以呢为了满足考核要求 为了满足一些培训方面的要求吧 最低要求呢所以要用真机来做击飞着陆 那么就在小通航小单发双发里面做真机的本场 本场五边 用这个25步运输类飞机呢 我记得比较少在北美这边基本上是比较少的 因为大部分的着陆呢能用模拟机做 就是D模可以做着陆经历的一个记录 就你在D模上面完成一个起落 就可以正儿八经的记录到你的飞行经历记录本里面 另外一种呢就是航空公司它没有D模 或者说是没有能够拿到D模全线的一个情况呢 它有时候它就拿真机去做 这也是一点 那么这一期做的747的本场起落呢 我反正是没看到过哪个航空公司 可能我估了寡闻吧 做这个本场起落的 唯一用真机尤其是747这样的重型机做真机做本场起落呢 就是一个是像我刚刚说的航空公司没有747的D模 它得用真机做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747 它与普通的747不一样 像美国空军它就这么几架747 一个是VC25 就是专门运总统的这个行政专机 一个是E4 它是叫末日堡垒机 平常呢就是运用国防部长 但是一旦到末日核弹升空了以后呢 他也升空了 带着总统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验证机 就是YLE 它是一个搭载激光武器实验平台的这么一个飞机 这就是美国空军运行过的几架747 那么这些747呢 它不值得专门 一个模拟机公司不值得专门为了这么几架驱止可数的飞机去专门去采集数据 然后编程编到模拟机里面 所以呢 它们这些运行的就索性就用真机来做训练了 然后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一个博主 这个博主呢 之前是飞707 KC135的 也不算707吧 它是飞加油机 后面呢 它就是空军飞了747了 它也不告诉你是飞E4 还是飞VC25 还是飞YLE 一 但姑且就相信它是飞VC25吧 因为它接手747的时候呢 正好是第一架八两八动动动交付的时候 八几年了 所以它来飞 它讲述的这个本场训练呢 我就基本上给它做一个模拟飞行李的复刻吧 这一张图呢 是747一个老式747手册 它的一个三发或四发的一个进进速度参考图 表格里面写的呢 是最低机动速度 然后对应的是它的紧易设置和对应的参考速度 紧易25的时候呢 就是着陆参考速度 VREF 然后紧易20的时候呢 就是VREF加10 依次类推 就是紧易机动速度 那么在紧易1度的时候呢 就是Bug加60 这里的Bug呢 不是软件系统里面的这个出错的Bug 这个Bug呢 其实是一个老式的机械仪表 非电子仪表的 它手动可以调节的这个速度参考 就是这里这个小白块 这个小白块呢 它是在这个速度窗外面的 就是你的手指是可以去直接移动它的 这就是一个老式的747或者767757 它也装配了这么一个机械式速度表 那么它的这个Bug呢 就是你把这个白色的设置到一个进进速度15动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15动加60 这就是你紧易1的机动速度 就是最低最低你要保证210节 那么紧易5的机动速度呢 就是15动加40是190节 那么依次类推 这是它的一个进进泡面 然后在短五边的时候 就是参考速度加5节 就是加一个修正分边的 那么讲了这个紧易设置呢 那么根据飞机不同的重量 因为747是一个重型机 它本身运载的能力特别大 它一次运载它的商载 它的payload就可以直接干掉 一架737的这个确实最大起飞群重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本场五边呢 跟重量也很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重的话呢 你就得飞的速度快 你的转弯半径就大 如果你速度重量小呢 重量轻呢 你就飞个低速度 飞个比较紧致一点的这么一个五边 那么根据它的计算呢 在轻重量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转弯半径 是 这里的半径呢 是指它这个五边 它五边呢 其实像是一个操场一样 它是 一个半圆形 它在它的747的 本场五边训练呢 就是 直接跳过 二边和四边 就是这个 是连续转弯 一边直接转三边 中间就不改平了 所以呢 它就是按照半圆来算 那么这个半圆呢 它的半径就是0.54 相当于直径是 1.08海里 那么就是说 它在三边的时候 距离机场跑道是1.08海里 转弯 每一个半圆呢 就是1.7海里 每一次转弯是44秒 那么最后呢 它的下降率是1200 在大重量的情况下呢 它的转弯半径是1.1海里 距离跑道就是2.2海里 转弯的距离是3.5海里 然后转弯 时间是63秒 最后呢 在四边的时候 它的垂直速度是860尺 每分钟 它就是它给出了一个图 那么在飞机起飞后 收轮仅益10度 那么全程都是用仅益10度来飞 开始转弯 那么可以看清楚 这里是直径2海里 但是呢 它所说的半径呢 是从这一点开始算 也就是说在这个操场 这里呢 我来给大家画一下 就是这个距离 它是 它是1海里 相对的呢 距离机场跑道 三边距离机场跑道呢 就是2海里了 在三边的时候呢 它所说的是200节 那么实际上 我根据我的重量 是533 也就是说差不多250吨左右 就是 170节左右 那么在跑到头的时候呢 就可以放轮仅益20了 最后在四边的时候 你的垂直速率呢 应该是 最低要900 最大1200 就是根据重量不同嘛 好 那么做本场五边的机场呢 这个机场的四字代码是KPHF 它的位置呢 位于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以南60海里 这是 美国空军89运输联队 总统运输中队的 第一 第一大训练场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基地在深圳和广州的飞机 可以跑珠海去做本场起飞 就是这个概念 跑道是25 那么这是跑道25嘛 这是跑道 就是说 这里是25 然后这里是跑道洞拐 25起飞以后 送刹车 送完刹车 起飞滑跑 正常率收轮 然后用V2加15节的速度爬升 400英尺 开始转弯 一转弯的时候 工程中就可以开始三拖了 拖自动飞行 拖自动油门 拖指引 然后在1500的敞高 改屏 也就是说 在北美这边呢 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呢 使用1000敞高的 1000尺的敞高 做三边的改屏 那么在 分析机和 我讲的时候呢 就用1500的敞高 三边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的 调整一下状态 那么就是说 调速 锦翼10机动速度 然后呢打配屏 配屏尤为重要 基本上飞到 25部飞机的时候呢 就是配屏 是你永远的伙伴 永远的朋友 打了配屏以后 飞机就可以 特别特别的轻松去飞了 那么N1差不多是70 70% 其实我个人不是喜欢 在747这种重型机上 设置一个固定的N1值 因为重量的改变太明显了 有时候你飞 飞五个起落以后 第一个起落的N1 和第二个起落的N1 完全不一样 那么是 五十八万八的这个 着陆重量 然后同时呢 做你的 着陆前减车单 就是静进减车单吧 距离跑道头 开始计时 我个人喜欢用20秒加20秒 在前20秒呢 什么动作也不做 姿态也不改 高度航向都不改 20秒到的时候呢 放轮仅20 这就是20呢 是747的一个 静进紧翼 其实在通航里面 就有这个概念了 就是飞机在光洁的程度 和在 完全着陆的形态下 之间 它们有一个叫 静进紧翼 像我所受训的机型呢 是 DA42 双子星 然后它呢只有三个紧翼 收上 静进和着陆 那么在中间这一档呢 就是静进用的紧翼 同样在塞斯纳呢 它是 紧翼10 紧翼20 紧翼30 那么紧翼10呢 就是它的 静进紧翼 所以呢 在747里面 其实 紧翼1 到紧翼10 都是 一个 过度紧翼 那么在紧翼20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 紧翼 就是说你过了 最后紧翼点以后 放在紧翼20 就可以开始进行 你的 仪表着陆程序了 然后呢 调速20 40秒的时候呢 perch perch的话是空军的一个术语 就是说在40秒的过程的时候 你这个位置 这个点 正好与 跑到头的夹角 是45度 这个fire 是45度 然后开始横滚 进入四边 放紧翼25 垂直速度 差不多在1000 不要超过1000 在1000敞高的时候 你应该是能够 在正四边左右了 那么为什么我用40秒 这个概念呢 首先我们就是确定一下 你在这个转弯点的过程的时候 是与跑到头 距离正好是45度 那么45度呢 这一边 和你的三边延长线这一边 就是你三边距离跑到头的这个距离 和你在跑到头到转弯这个距离 应该是一样的 45度45度 所以 我要在这个距离上飞两海里 这个距离上飞两海里呢 我的速度差不多是170 那么做了计算以后呢 我就得出来是42秒 42秒我提前到40秒以后 因为我要在中间 从坡角从零度 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呢 还要花时间 所以呢 就是差不多40秒左右 开始转弯 转弯的整个过程 耗时一分钟 因为飞一个整的圆形呢 你如果用标准转 标准转弯速率的话 应该是两分钟 飞完一整个圆弧 那么半个圆弧就是一分钟 那么就是在30秒的情况 开始四边 然后30秒的时候呢 你应该是正四边 60秒的时候呢 应该是500 厂高 然后呢 那么747的 一个操作的 规矩呢 就是在仪表飞行法则下 在1000厂高的时候 必须要建立着陆形态 并保持稳定静静 那么在目视的情况下呢 就是500的厂高就可以了 500厂高 然后稳定状态下 保持静静 然后最后落地 落地了以后呢 调紧翼 调紧翼20 就是说 调回到静静紧翼 然后 油门 补到90到100就可以了 然后不用补太大 补太大的话呢 一个是抬头立举 另外一个呢 发动机的寿命也会减少 那么就是完成了一个起路航线了 那么在落地以后 紧翼20 油门90 到100 然后什么时候抬轮呢 就是在你的vref 着陆参考速度的时候抬轮 比如我这个重量下的着陆参考速度呢 是152 那么我就152加5节 15拐 15拐 我就可以抬轮了 抬轮以后照常 正常顺利收轮 然后放紧翼10度 然后 开始进行一转弯 都是 这么一个流程 好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 飞机从松刹车 然后 抬轮 v25 然后 紧翼10度 收轮完了以后 开始一转弯 400场高 一转弯 三拖 1500 改屏 进入三边 然后调速 紧翼10度的调速 非 紧翼10的机动速度 跑到头 计时 20秒放冷 紧翼20 调速20 40秒 转四边 开始下降 紧翼25不超过800尺每分钟 正四边 正四边 确认1000 进入五边 500尺的场高 然后 短五边确认 稳定进进 然后 紧翼20 落地以后 紧翼20 油门杆差不多就是 这么垂直一个状态 居中垂直的状态 然后在 逐温参考速度的时候 抬轮 一些小贴士 讲过的 在25步的喷气运输队飞机中 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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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你最好的伙伴 不要去 跟配平作对 你和配平 要打架的话 永远是配平赢 你永远干不过配平 所以一定要让配平成为你最喜欢的朋友 让他来去控制飞机的抚养 你呢 就做微调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要吝啬去打配平 不要显示你的公二头机 或者你的三头机有多么强大 747这种重型机 飞速度就可以了 波音其他的重型机呢 是767777787 另外一个767也是一样 飞速度就可以 像777和787呢 它是电传操纵了 所以说全程自动油门 只管着飞姿态就可以 油门就要交给自动油门就可以了 但是747和767呢 如果你要首飞的话 必须用手动油门 否则的话会有PIO 飞行员诱发 偶尔震荡 所以说呢 手动挡和自动挡的区别 你举个例子 就算你开车 你要开110麦 开110麦要给多少油呢 就是给开110麦的油就可以了 没有说什么给70%的油 80%的油 那你就成高桥起戒了 你这个成什么 他们去打那个什么比赛 神之角和神之手 你又不是神之角 你又不知道你自己 给的这个油门的力度是多少 所以说呢 你就飞这个速度 尤其是-400这种 双人质机组 你有六块大玻璃屏 你这个玻璃屏上 还可以显示一个速度趋势 趋势 趋势 按照滤箭头就可以了 滤箭头接近这个速度的 你就收油门 你就加油门 你就做调整就可以了 作为一条 能飞到747这个程度的 基本上对于基本的感度操控是 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呢 在重型机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参考N1的 在不同重量下 N1的变化值太大了 而且你打发飞 一个小时 你这个烧的油 你就可以烧掉 差不多三万磅 也就是说 15万公斤 15吨的油 就是 飞一个小时就15吨的油 所以 感动飞盒就可以了 不用去刻意的去观察N1 747的翼展呢 是251英尺 那么一个相对大的翼展呢 你就可以基本上在100尺敞高的时候呢 提前预判一些这个地面效应 地面效应呢就是这个飞机像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就像飞到了一个一块枕头上面 就是它原来保持的下降率呢 它就不下降了 你得人为的要么减推力要么去推杆 才能够继续你的这个下降 保持你的下降率 才能够完美的飞到你这个跑道上的这个两块大冰箱大白块上面 所以呢 尤其是在大重量轴路的时候呢 尤其要注意地面效应 OK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介绍 后面呢我们就进飞机 然后开始做这个演示了 算了 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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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ğiIn